绿能意识跟这个Pachingo听起来很难联想在一块 不过在日本这家最大的Pachingo店连锁店 花了两三年的时间规划 现在很有成效 比起一般的店家可以省下65%的店力 日本的Pachingo业者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上门 店里的水电空气都结合了最新的绿能科技 全球最大绿能Pachingo开幕 电厂热情介绍设施 眼前这种以冰淇淑或杏田来味等A咖女明星的主题Pachingo机已经不是重点 现场一千多台以绿能加上LED灯的机器材式噱头 比起一般店家绿能Pachingo省下65%电力 而秘密就藏在户外停车场上头 由太阳能板制作成的遮阳板产生了电力 而在店里还有萤幕显示节省了多少能源 Pachingo业界最大的电池使用的分野是空调 所以空调是天内的26度 实温管理 绿能Pachingo以五星级饭店规格打造 挑高天花板上还有长达50公尺的天空荧幕 五种不同声光效果吸引人潮 还有新人选在这气派空间完成终身大事 可见静烟空间加上绿能设计 的确为Pachingo带来新风貌 二次战后发展出来的Pachingo一度风行全日本 但过去15年间有越来越多电子游戏形式被开发 人气不如从前 如今业者试图以绿能角度吸引更多消费者上门 还设计配置有iPad的头等舱包厢 希望再创流行风潮 总体型员温正杰刘鹏与东京采访报导